陈先生说 表弟读初中 表妹刚上大学 两人现在情绪都不好 陈先生介绍 7月29号晚上9点钟左右 他表弟和表妹两人搭乘哈罗出行顺风车 从杭州火车东站到江南水乡小区 费用43块9 那天陈先生正好在出差 半夜我记得我妹妹电话了 她说她被网约司机动手打她了 我妹妹说的司机找不到路 找他们就是 因为我是骂骂咧咧的 然后车开得很快很快 因为她当时就问我 你在哪里 她说她是往北面 让我往北面走 我就不知道北面是哪里 因为我一般不都是左右左右 而且我也不知道她的北面是哪里 然后我们上街完之后 上车之后 她就一直在那里说 全地球的人都知道有哪西北在哪 就可能也就只有火星人不知道了 陈先生的表妹说 这名司机在接他们的时候态度就不好 后来为防止司机做出冲动行为 他们就一路忍着 到小区门口时 他们希望司机能把车开进去 因为这边是路口嘛 我们是在别墅的坠里面 走过去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 希望开进去 因为以前司机都开进去的 没有不开进去的 这似乎可能就是发生口角纠纷了嘛 口角纠纷了可能当初 可能就双方已经都不好了嘛 但是这个司机就动手了嘛 那几个小孩骂他 他气 他快不上前就是去 听一不来说 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去下狠手去打他 毕竟是小孩 我还怕他一起之下去打 我把他拦到了 当晚值班的保安说 他没看到司机动手 后来在他的劝阻下双方就分开了 陈先生表示 司机当时动手打表妹 是在门口稍远的位置 事后 陈先生多次拨打哈罗出行的客服电话 要求给个说法 记者联系了哈罗出行方面 对方表示 车载录音是乘客或顺风车司机 自己开启的不方便公开 对于司机有没有动手打人 平台方面回复说 稍微有点夸张 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欧打事件 对 确实是两边有一些的争执 然后现在我们跟乘客这边也进行了一个陪例盗窃 车上的录音有没有呢 因为现在司机这边也是联系不上 这些录音还有一些文件 我们这边也是不太适合去披露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跟乘客达成了一个就是一致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安抚的方案 乘客现在这边对这个投诉也是表示会撤销的 张经理表示 平台已经对当时司机进行了封号 有报 黄剑 记者报道 完整的录音 我们下车就会跟乘客达成了一个 的照片 如果想法就是什么